第四集 柳暗花明 小猪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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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干到这儿吧 好 看不出啊 你干起活来还挺有两下的 以后还要刘大哥多关照 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 保证你有出息 好 好 刘大哥 你家在哪儿啊 家呀 安在浦东啊 买了一套商品房 办了两个蓝银户口 是吗 连蓝银户口都办好了 混得还算可以吧 过几年呐 我和我儿子就是上海人了 你这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啊 我 怎么说呢 还算可以吧 听你说话 就知道你是个念过书的人 这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 就是想过完年给儿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为什么 不是咱自己看不起自己 她现在上的那个幼儿园啊 质量太差 说起来啊 还是你们安徽人开的呢 是吗 那个蠢女人呢 除了会带着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 其他的她就什么都不懂啊 这样下去 我儿子还不给他耽误了 是啊 是啊 那孩子的智力应该早一点开发 就是啊 你会不会背唐诗啊唱歌什么的 这 会一点 小猪哥 要不这样吧 你来当我儿子的家庭教师 如果教好了 我会多付给你工钱 怎么样 这 既然刘大哥这么看得起我 那 那我就试试看吧 好啊 走 现在就跟我接儿子去 刘大哥 刚才你跟我说开幼儿园的是我们安徽人啊 对啊 那个女老师啊 叫艾菊 她的老公呢 是做装潢生意的 外号叫扣子 扣子 怎么 你认识她 不不不 这 这名字挺好玩的 就是 扣子 是啊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当然了 能靠得住的可得是真正的朋友 老乡不老乡的 有时候也没有什么用啊 走 咱们借狗蛋去 狗蛋 就是我儿子 那是他的小名 大名啊 叫刘洋 我巴望着他长大以后能出国留学 好 刘大哥 你这个人啊 真是不简单啊 有想法 再不简单 也就是个包工头呗 我儿子可就不一样了 我得培养他上大学 读博士 对 看在钱的份上 曹洪亮受到了扣子一家热情的款待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老乡哥 再来一杯 扣子 我够了 我够了 一度酒喝不醉的呀 炒虾人来了 来来来来 来来 干掉 扣大哥 来 让弟妹 姓弟妹 我真的不能喝了 别客气 别客气嘛 就把这儿当自己夹好了 对对 多吃点 多吃点 吃菜 吃菜 婴烧 这个十字头烧咸了 曹大哥口袋 对不起 对不起 来来来来 干干干干干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狗蛋 看着啊 这位是诸葛叔叔 狗蛋 你认识诸葛亮吗 认识认识 我告诉你 我知道很多很多诸葛亮的故事 姐大 那你一定要讲给我听 行行行 哥大哥 来来 几孩子来了 艾局老师 这位是小诸葛 以后啊 这狗蛋就归他姐 记住了啊 狗蛋 跟老师说再见 我才不跟他再见呢 回家 你这个儿子 真是太顽皮了 走走走 回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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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狗大哥 喝 我不辛苦 哎 哎 狗子 你老婆 还配梦里吗 哎呀 看呀 除了忙点孩子的事 她还能忙啥 你看 烧个狮子头都这么闲 哎 狗子 我想跟你赏两个事 哎 曹大哥 你尽管说 咱们谁和谁啊 对不对 只要兄弟我能帮上你 我一定帮 这个 曹大哥 其实我早就看出 有心是对不对 你不说 兄弟也不好意思问嘛 哎 狗子 咱俩是昨年的老朋友 哎 我这回回上海啊 带了一大笔钱 这个你也看见了 曹大哥 兄弟又不是不知道 你是干大事的 给您命数了吧 我想出去 出去 去哪 找个传老大 把我带出去 什么 你想偷渡 你请一点 行平 我只不过是先到国外去混一混 赚大钱 这事比较难办 上海海关查得紧 根本就不可能的 又来了 靠哥 真的 你看看看 这两万块钱 你先拿着 事成之后 我再好好的谢谢你 曹大哥 你看 咱们都是自己人 兄弟之间 干这 这都没意思了 对不对 拿着 要不我试试 你找个 浙江啊 或者福建 什么的 全老大 不管怎么样 这事啊 就全都拜托你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还有啊 给你老婆说一声 别告诉任何人 我住在你这儿 你就一百个放心 干 好 狗蛋在回家的路上 一直嘻嘻哈哈的 学着曹洪亮 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 惹得望自成龙的流大肚子 气不打一出来 狗蛋 你这怎么走路呢 刚才那个人就是这样走路的 我学的可像啊 你这小子好都不学 我叫你学 我叫你学 刘大哥 别打孩子 你话好好说 你这没出息的小兔崽子 还真把我气死了 狗蛋 你干嘛要惹你爸爸生气 我没有 谁说的 什么不好学啊 偏偏学着瘸子走路 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的 还听老师家的客人 就是这样走路的吗 你还最强 我们这 你别跟孩子生气 行了行了 交给我吧 这教不好的兔崽子 真是的 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好好跟诸葛叔叔背唐诗去 小叔哥 孩子交给你了 我去忙去 好 隔大 走 诸葛叔叔 我会背唐诗的 真的 那你背一首给我听听看 好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好 旅逃旺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不错 不错 谁教你了 老扑崽子 老扑崽子 是谁啊 是我爸了 你这个调皮鬼 狗蛋 你还会什么呀 不会了 我爸爸说他只能记住这么一首 等会儿 叔叔教你 好 高大 你们老师家的客人真是个绝子 他走起路来就是这样 一拐一拐的 好玩了 那个客人是原来就住在他们家的 还是刚来的 上午刚来的 上午刚来的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长什么样 熊熊的 对了 狗蛋 叔叔给你看一张照片 你看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真的 家里来电话了 我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今天是二十九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案子没破 谁也走不了 当行警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节假日的 不过案子破了的时候 咱们可是比过年过节都还开心呢 对不对 你说的不错 可是我妈就想不通 非怀疑我在上海找了个女朋友 还一个就追问我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我这一生气 就告诉她那女孩叫曹红亮 你干嘛贴你妈妈 没办法 你猜猜她怎么说的 怎么说 她就说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怎么像个男孩 我说你 真不应该跟你妈妈 开这种玩笑 这两天我吃饭睡觉 都是想这个曹红亮 念念不忘 我想谈恋爱 大概也是这种感觉 喂喂 哎 哎 黄少 你干嘛 你把音乐关掉 哎呦 探头 现在是下班时间 哎呀 小猪哥来电话了 哦 哦 喂 嗯 嗯 好 嗯 哎 他发现了曹红亮的行迹啊 真的 啊 太好了 是啊 曹红亮 躲在浦东的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楼房里 离小猪哥打工的宏达广场工地啊 大概有八百多米 附近居民很少 地形比较偏僻 户主叫张小梦 外号叫扣子 是专做装潢生意的 扣子 嗯 是不是那个到徐晓晴家里讨过债的 对啊 就是他 扣子的老婆叫王爱菊 在家里办了一个私人幼儿园 有二十多个外来民工的孩子 在他那上学 所以啊 我们的行动时间就受到了限制 只能在晚上进行 哎 而且呢 要等那些孩子全部被接回家以后 哎 可是晚上的视线不好啊 罪犯容易逃脱啊 是啊 所以我就在考虑啊 得想一个办法 引蛇出洞 哎 让扣子请曹洪亮出来洗脏拿 当他拖得光溜溜的时候啊 咱们冲上去把他拿下来 不行不行 曹洪亮的腿上有伤 他对洗澡不会感兴趣的 嗯 对 哎 那就办出老军医 给他去看腿伤 那不行 对 曹洪亮会起义心的 嗯 要不 我们去做通王爱菊的工作 让他在吃饭的时候啊 把曹洪亮给灌醉了 问题是现在还没搞清楚 扣子王爱菊 跟曹洪亮的关系 弄不好啊 反而会打草惊蛇 这倒也是 那怎么办呢 嗯 哎呦 天花黑了 小猪哥一个人在那儿 行吗 嗯 没关系 李铁枪已经过去增援了 咱们呢 还得抓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嗯 哦 对了 嗯 要跟踪扣子 找到胖头鱼 来 来 就这儿 来 帮我把门开一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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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啊 哎 来来来来 哎 哎 来了 嫂 嫂子在家呢 董总 胖头鱼呀 这么快就出院了呢 哎呦 我本来也想去看看你呢 可是这些孩子你说天天派你缠得根本走不开 你光说话你没看见这么多东西 来来 坐给我 快到楼上去啊 哎 来来来 来来 儿子 儿子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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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胖头鱼叔叔 哎呀 快叫啊 叔叔 哎 去玩吧 玩吧 玩吧 走 走 谁 哎 草大哥 胖头鱼来了 哦 这位就是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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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大哥 说什么呢 叫曹大哥 曹 曹大哥 你 你的是包在我身上 哎 我有个表 表哥是 舌 舌头 口子 你他妈的是不是想耍我 弄个恋 话都说不清楚这人把我办事 是他啊 他不行他表哥行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找到表哥呢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晚上大家一起聚聚吃顿便饭呀 吃饭 就在对过马路的那个好自卫饭店 又不远的 不行 我不去 曹大哥 客气什么都说好了 咱们生意场上的人 我说不去就是不去 曹大哥 还在这家伙呢 你 出门在外 方神用 那那就不去了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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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家里头吃好 胖宗宇 你去把你表哥给我找过来 就在家里吃这顿饭了 好吧 苗正他们隐蔽在扣子家门外 正紧张地观察里面的动静 探头 快看 胖头鱼出来了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呢 这小子可千万别坏事啊 你放心里队长 他本来就是个结巴 曹洪亮应该不会怀疑 探长 怎么样了 曹 曹洪亮不肯出来 什么 他发现了什么破绽了没有 没有 他就是不肯出来 可是这个家伙可真够狡猾的 那么他现在在哪 在二楼 朝 朝北的房间 他家里有什么人吗 扣子 扣子老 老婆 还有两 两个小孩 什么 里面还有两个小孩 是啊 是扣子的小孩 哎呀 这就麻烦了 探头 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行动啊 曹洪亮还说什么 他不相信我叫 叫表哥亲自去 刘探长 让我去当表哥吧 对 队队长 咱们先别争谁去 关键是 我们必须再商量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 哎 你们快看 我是扣子的车子 探长 他们要去哪里啊 难道说曹洪亮发现了什么 或者是扣子觉得哪不对劲 哎 我 我真的是按照你们交代的 说 说的呀 探长 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追上去啊 不行 现在一追就真的暴露了 另外万一发生枪战 会伤到路上的行人 哎 我 我的电话 可行 要镇定 啊 喂 喂 炮头鱼骂 是 是我 死哪去了 路上的 我跟你说 曹大哥改变主意了 还是按语言先说的办 咱们和你那个表哥呀 一起吃顿饭 啊 还在好 好自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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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呢 由曹大哥定 我打电话给你 啊 啊 好好 是扣子打来的 嗯 他们 去 去吃饭了 嗯 在哪 现在还不知道 要等曹 曹 曹红亮定下来 再 再告诉我 好吧 我先通知一下外围的通知 喂 网重注意 网重注意 目标准备转移 请立即跟踪 请立即跟踪 网重明白 往重明白 蛇终于出动了 这条阴险的毒蛇 还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机智勇敢的803们 怎样制服凶犯 请继续收听 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